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今天又受到低壓槽影響 天氣方面仍然不穩定 首先看看最新的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和低壓槽相關的 咬雨今早早都影響著廣東沿岸 現在香港今天間中都會有咬雨 各位今早的村門口 都記得要繼續戴上霸傘 戴上霸環稍微看看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和低壓槽相關的雲帶 現在是覆蓋著華南地區 這些橙色紅色的區域 是代表著強對流天氣出現的地區 代表這些地區有機會受到一些狂風雷暴影響 至於雨量方面 由午夜到今早6時為止 香港大部分地區都下過幾毫米的雨 而新界東邊和港島的東邊 雨量比較多 都有超過10毫米 至於氣溫 今早6時為止 香港各區的最低氣溫 是介乎27至30度左右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多雲 間中有咒雨和有幾陣狂風雷暴 下午的天色預計會好一點 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1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西南風 至於指望方面 預計未來幾天 我們都會繼續受到低壓槽影響 明天星期六的雨勢 有時會頗大和雷暴 之後幾天其實都會有咒雨 所以各位有打算長一些互運活動 記得留意最新的天氣預測 今早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再見